第四代講我們講一下名代 名代的軍隊狀況 跟宋代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比方說兵民分離 名代也是以職業兵為主 然後一般的百姓 沒有軍事的負擔 軍隊上是這樣 逼民奮離 然後在官職上面 文武官對立 文官武官分得很清楚 而且關係很不好 衝突很多 皇帝猜忌武將 這跟宋代很像 但另外一方面 明代繼承元的傳統 在軍事制度上 有一些跟過去不同的設計 這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那另外一方面 明朝人在軍事的建設上 也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盡力 比方說火藥武器的發展 跟兵書的寫作 就是最好的例子 就是說中國的 整個軍事的科技 或者使用的武器 在明朝是有一個 化時代的變化 那中國兵書的撰寫 也以明朝晚期 是最為的興盛 而且留下來的數量 是最多的 如果你要看中國 傳統兵學的這些作品 其實最多的是在明朝中晚期 留下來的作品 數量非常的 有的數量非常的大 好 我們來先談一下 講到明代的軍隊 大概大家一般都會想到的 畏鎖兵制 畏鎖兵制是什麼 它基本上是一種士兵制度 就是由少數的軍戶 世代承襲當兵的工作 國家在全國設立數百個衛所 來管理這些軍戶 所以叫做衛鎖兵制 那如果讀明史 這個清朝人修的明史 他就跟你說 衛鎖兵制是跟唐代的撫兵很像 他的意思就是說 唐代是設澤充府 來管理這些這個撫兵 那明代是設衛所 來管理這些軍戶 所以他說這個跟撫兵很像 可是事實上 這個 衛鎖兵制繼承的傳統 不是撫兵的傳統 他繼承的是 蒙古的那個軍戶的傳統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 以衛所來管理軍戶的這樣的一種士兵制度 這是跟明太祖朱元璋的治國理想有關係 明太祖說他認為最好的社會是什麼 這個社會是一個不會改變的社會 我們就稱之為平靜而不流動 朱元璋說一個國家最好的就是 人民各安其業 各司其職 就是不要遷徙 不要遷徙 不要搬家 不要轉業 最好 那為什麼最好 為什麼這樣社會好 那我想一想 為什麼朱元璋認為最好的狀況就是 一個國家就是人民各安其業各司其職 不要遷徙 不要轉業 為什麼他作為一個皇帝 他覺得最理想的社會狀態是這樣 有沒有想過 大家都不是當皇帝的料 為什麼 是 他還在反叛 對 因為 因為這樣的狀況 人民各安其業各司其職 就沒有起來反叛 大家都 大家的職業都不會轉換 那就表示 我們朱家當皇帝這個職業也不會轉換 世代都繼續當下去 對 所以對皇帝而言他們最小的就是 朱元璋他想的就是這樣 所以我子子孫孫平平安安的繼續當皇帝 因為這個社會非常的安靜 不要流動 大家不要遷徙 不要轉業 所以就包括我的皇帝 我們住家也是 我們永遠都當統治者 好 那怎麼做到這樣子 朱元璋有一個想法 他說你怎麼樣做到讓人民各私 各安其業各司其職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 政府不要去騷擾百姓 他說人民為什麼會起來反叛 都是政府去惹的 官員去惹的 因為你不會統治 你惹了一大堆民怨 然後你知道傳統中國 那個民怨不能上電視去罵 不能摳印記去罵 對不對 也不能到總統府前面去丟雞蛋 最後都是起來反叛 對不對 像我們現在大家都很怨 可是有很多方法來發洩 傳統中國沒有辦法發洩 對不對 所以之後就起來反叛 他說政府施政絕對不能引起民怨 不要引起民怨 人民就會各安企業 那怎麼樣不引起民怨 就是政府跟百姓的關係越少越好 政府跟百姓沒有什麼關係 政府做政府 百姓做百姓 大家彼此之間最好沒有交集 越少接觸越好 那你怎麼做到這一點呢 他說很簡單 絕大部分的百姓都是農民 至少在他的觀念上是這樣 他認為在他統治之下 絕大百姓都是農民 那這些農民就專心的去跟作就好 那他專心的跟作 那政府對他們的要求是什麼 就是他們交稅 他們要交錢給政府 除此之外呢 政府對他們沒有任何的要求 他們只要專心的跟作 然後定時的交稅 除此之外政府對他們沒有任何的要求 那你說那能做到這樣子嗎 政府不是由一些事情是必須去做的 而且必須有人來做 比方說國防要有人來當兵對不對 有人來當兵 對 沒錯 像這些事呢 我們就交給特殊的家庭來承擔 所以我們就把他設立軍戶 那也就是說我們設立軍戶以後 絕大部分的百姓就沒有當兵的需求 比方說現在我們就說台灣社會每天 在座的都要去當兵 大家都很煩對不對 我們以前當過兵的人也很煩 我常常說國民黨為什麼票越投越少 就是因為當過兵的人就不會再投票給國民黨 這樣對不對 這個當然這是玩笑的 不過你就知道這個兵役嘛 對大家都有很多的影響 所以就不要讓大家去當兵 大家都不會受到這種影響 對不對 然後呢 那這個兵役負擔就是少數的家庭來承擔 所以這是他的想法 所以他就要設立這種世襲的軍戶制度 那這種做法是沉寂這個援朝的戶記制度 就是援朝就是把這個人民按照他的職業 來分成不同的戶口 那比方說軍人就設計成軍戶 神器這種軍戶而設立軍戶的體制 而設計了衛所 受政衛所管轄軍戶世襲當兵的工作 讓兵民分離完全的制度化 絕大部分百姓都不用當兵 只有少部分軍戶要去當兵 因為軍戶的責任就是當兵 所以他們在責業上受到嚴格的限制 比方說一個軍戶只准有一個男性去考科舉 因為你考科舉就去當文官了 不能再當兵了對不對 考上科舉就當文官了 所以他說一個軍戶最多只有一個男性 可以去考科舉 一個軍戶裡頭有五個男丁以上 才有一個男丁可以去當立 就在地方政府擔任文書的工作 協助地方官員辦事的這個立 那這個也是特殊的身分 那你說軍戶的人你一定要五個 一個家庭頭已經有五個男性成員 那你這五個男性成員去當兵已經綽綽有餘了 才可能有一個人去充當力 也就是說政府嚴格的限制這些軍戶 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當兵 盡量不要從事其他的工作 那這些軍戶是哪裡來的 那當然最主要部分就是當初跟隨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的這些士兵 他們就被編入了為所之中成為所謂的軍戶 那當然這些士兵他們可能會因為各種原因而損耗 他們可能因為戰爭死亡或者因為這個沒有後代 造成這個軍戶無以為繼 所以呢陸陸續續後來在一些這個缺兵比較嚴重的地區 就集民為軍戶啦 其實就是徵召一些百姓 這個徵召一些百姓作為軍戶 那軍戶還有另外一個重要來源就是罪犯 你看罪犯又跑出來了對不對 你看這個在中國歷史上這個以罪犯當兵 這個這一件事情可以說是在許多的朝代以後反覆的出現 明代初年的這個畏所制也不例外 就是罪犯來當兵 所以明代有所謂的充軍制度 如果你看這個明清的一些古裝劇 你經常看到說這個人犯了刑 就被判送去充軍 判這個這個法官就這個地方官就判他什麼這個充軍 這個就是這個以罪犯來當兵 原則上在畏所兵制下面每一個軍戶是一個 一個軍戶出一人為兵 那我們說過這個明代的畏所兵制 跟蒙古的兵制是有關係的 成績這個蒙古人的傳統而來 那我們上禮拜跟各位介紹 元代建立以後的軍隊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軍戶的家庭跟他服役的地區相去甚遠 我們上禮拜有講過這個問題 就造成這個士兵他要從他居住的地方 到他要去當兵的地方距離遙遠 那畏所兵制也面臨這樣的同樣的問題 一模一樣的問題 服役的地區跟他家庭所在的地區相去甚遠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樣很簡單 就是說因為畏所是在朱元璋打天下的過程中 逐步建立的 可是等到天中國統一明代政權確立 中國統一之後 有軍事需求的地方基本上就在邊境 主要都在西北地區 可是你的畏所是在打天下過程中逐步建立的 所以到處都有畏所 比方說浙江有畏所 江蘇有畏所 雲南有畏所 山東有畏所 陝西有畏所 山西有畏所 可在國家統一之後 我們剛才講到這些地區 絕大部分都已經沒有什麼戰爭發生 有戰爭發生的是什麼 就是甘肅靠近蒙古的地方 還有現在東北的地方會有發生戰爭 那就變成你必須調內地的 衛所的士兵去邊區服役 那這非常的麻煩 舉例而言 一個士兵 他是一個內地衛所的士兵 他被調到邊境 這士兵死亡了 他不管他什麼原因在前線就死掉 按照衛所兵制的精神 這個士兵死掉了 怎麼辦 他產生一個缺額 按照衛所兵制的精神 他的軍戶 這個軍戶就要派另外一個壯丁 去補充這個缺額 可是各位可以想像 這是一個非常麻煩的過程 怎麼樣麻煩 這在前線的士兵死亡 他所屬的單位要打報告 要寫報告到哪裡給朝廷 給中央政府的所謂的五軍都督府 五軍都督府是管理所有的天下位所 你要從位所調兵 要先跟五軍都督府報告 然後五軍都督府在批准了這個報告以後 再派人通知這個軍戶所在的位所 然後這個軍戶所在的位所 再去找到這個軍戶的家人 跟他說你們家裡頭的本來去當兵的人 掛了你們現在再另外派一個人去 然後這個人得到命令之後 然後再自己想辦法到前線去 各位可以想像這個流程何其繁瑣 在一個沒有現代化交通設施的時代裡頭 這個補兵一個士兵往往就花了一年的時間 這個士兵可能都還沒有補充到 所以這個就變成為所兵制要實施上的一個根本的問題 就是你士兵服役的地區跟家庭守在地區相去遙遠 他在實質上有極大的困難 你要讓這個制度繼續實施 非常的困難 你可以想像這個在很多的狀況之下 這個士兵在前線死了 這個補充的人補充的人可能很久很久都到不了 所以說 兵制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理論上這個軍戶要世襲當兵的義務 所以政府要給他們很多的這個酬勞對不對 要不然幹嘛他們要世代當兵 一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酬勞就是要給他們耕地 這在明代稱為軍屯 衛所設置之後 這些屬於衛所的軍戶他們要去屯田 他們要分配田地給他們 讓他們去屯田讓他們有收入 他們才有能力去承襲當兵的義務 然後政府還規定這些士兵軍屯 收成的一部分要上繳政府 就事實上這些所謂的明代的軍屯 他只是一個帳面上的數字 政府從來沒有一個專責的機構 對軍屯進行有效的管理 這個狀況有多誇張 這個黃仁宇曾經統計明代的軍屯的數字 他做了很多的分析 然後其中有一個例子很有趣 他說按照軍屯的規定 每一個軍戶家庭可以得到若干母的田地 若干母的田地 然後他說以明代的四川為例 他說在四川這個地區 四川省明代的四川省 這個地區有多少的衛所 然後這些衛所管轄了多少的軍戶 然後按照政府的規定 每一個軍戶可以得到若干母的田地 然後他說你把這個軍戶的數字 跟他應得田地相成 之後就得到軍屯的數字 對不對 就是說每一個軍戶 應該要去屯多少的田 所以這個就是四川省軍屯的數字 他說最後你看到那個呈出來的數字 那個軍屯的數字 他的數量超過了當時四川可耕地的數字 就是說所有四川的可耕地都化歸軍屯 都不夠 那你就知道這個四川的軍屯根本就假的 他不可能真的照他帳面上所說的 那麼多的軍屯去記載 然後黃正宇說你如果去看明代的政府的記錄 所謂的實錄 明代政府所編的實錄 那個每年都會編一個數字 就是軍屯上繳多少的糧食給政府 然後呢 他說那個如果你是看那個實錄裡頭 你會發現每次那個實錄 每年都有記在那個數字 每年記在 而且數字量非常的大 就是說軍屯看起來很有成效 這個每年繳那麼多迷給政府 可是很有趣的 你不去看那個實錄裡頭數字 你去看官員的一些皺摺 比方說你去看那個在邊境上面 比方說三溪的這個地方官 或者陝西地方官 他們寫的皺摺 在那邊都有大量的軍隊屯住 所以理論上有很多的軍屯 然後那個官員的數字就告訴你說什麼 他說這個官員是常常在那個皺摺裡頭說 他說軍屯歷年來 一例未繳 就是說軍屯理論上應該繳很多的收成給政府 可是實際上地方官城報的數字是一例未繳 一例都收不到 也就是說那個軍團根本都假的 那可是有趣的是中央政府的紀錄裡頭 那個軍團收入的數字都非常的高 每年都很高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數字怎麼來的 基本上就是每年超嘛 前一年的超 這個今年超去年去年超前年 就每年那個數字都很高 那實際上收入是什麼 沒有根本沒有 都騙人了 這個中國這個到了明代 政府的很多的管理都出現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出現都很早 這個大概明代初年就出現了 這個衛所兵制有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這種軍戶世襲制度 所謂衛所兵制 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實用的制度 在經濟尤其在經濟發達之後 追求經濟的優勢為人之長期 政府強迫軍戶的後代不得轉業 這個是不通人情 根本是很難做到 我們都知道這個經濟發達以後 這個如果經濟不景氣 大家都可能去當兵 所以這種世襲制度 在經濟不發達的時候可以適用 可是我們知道這個明代建立初期 當經濟不發達 因為原末大亂 這個人口大量的死亡 經濟當中蕭條 可是明代建立以後 天下太平 這個經濟狀況很快的恢復 所以等到明代經濟開始恢復的時候 政府理應改變軍戶服役的規定 讓這些軍戶可以用錢來替代服役 就是說理論上你應該適待承襲軍兵制 當兵的工作 如果你不願意去做 你就繳錢給政府 然後政府再用這些錢去招募願意當兵的人 對不對 理論上應該這樣子 可是明代政府始終不做這樣的改變 沒有 沒有這回事 他還是繼續的遵照這個什麼 太祖的一致 繼續想要試圖去推行為所兵制 那各位知道這個問題當然非常的多 那為所兵制的問題並不只因止於 我們剛才提到的這些問題 說這個實施上的困難 這個屯田的這個虛假 不確實以及這個經濟發達以後 這個軍戶不肯繼續承擔兵役的這樣的 這個沒有繼續承擔兵役的這種意願這種問題 為所兵制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是什麼問題就是軍官試席 為所兵制他不是只有士兵試席 他連軍官都試席 每一個為所的長官最高長官叫做指揮使 從指揮使以下的為所軍官都是試席的 明代只有指揮使以上的五官才是流動的 就是你的職位會改變 是有任期的 否則指揮使以下這些五官都是試席 就是說你不變了 就是說你沒有機會升遷你就一直做這個職位 而且你的子孫就繼續做 軍官試席制使得五官數量無止盡的膨脹 產生眾多實路而無視之途 我們都知道哪一個國家不需要過多的五官 一個國家在正常狀況之下 文官應該要比五官多 因為一個政府最主要的工作應該是 一般是你的行政而不是軍事 沒有一個政府已經鬧完打仗了 哪受得了對不對 哪一個國家已經鬧完打仗 那個國家注定要衰落 我們都知道這個可以說是常識了 明代很好玩 明代建國一百年以後 他的五官數量已經膨脹到四萬人 各位猜一猜他的文官有多少 文官剛好是五官的一半兩萬人 所以一個國家五官的數量比文官數量多一倍 那你知道這個國家當然有嚴重的問題 一個國家要四萬人的五官幹什麼 他們根本沒事可幹 沒有那麼多的職位 沒有那麼多的工作讓他們去做 然後所以這些人無所事事 平時耗費政府的財政 因為他們拿薪水 所以沒事做還照著拿薪水 然後他們無事可做 他們就去欺壓士兵嘛 因為他們是軍官 明代初年的士兵 還可以憑藉著戰功晉升為五官 但是後來內地的士兵無功可力 因為沒有戰爭 我們說內地的位所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戰爭的需要 他雖然存在 可是沒有什麼表現的機會 邊境上的士兵的戰功 又因為茂攻買攻等弊端 被軍官所強佔 什麼叫茂攻 就是士兵力的戰功 可是軍官在城報戰功的時候把名字給他改掉 改成什麼 改成我的親戚 我的朋友 這個我的兒子的名字 然後去虛報戰功 另外什麼叫買攻 買攻是比茂攻稍微好一點 就是軍官在篡改士兵的軍功的時候 他明明是士兵力的戰功 他在篡改的時候就說 好了好了 那個我給你一筆錢 我現在把他改成我兒子 把你的名字改成我兒子 那我也補償你的損失 所以我給你一筆錢 這叫買攻 所以買攻比直接的茂攻稍微好一點 不過結果還是一樣 就這些士兵還是永遠都不用升遷了 你表現再好也沒有用 所以造成官兵之間的這個絕對的分離 因為你士兵不可能去升遷變成軍官 兵就是永遠是兵官 就是永遠是官 官跟兵形成不同的階級 然後兵成為軍官的奴隸 被軍官所溢使 那我們過去的上課也經常的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職業軍人在沒有戰爭的時代 變成一種所謂閒置的人力 政府跟官員就把他們拿來 從事各式各樣的這個工作 所以我們講過宋代是非常的明顯 那明代也是 明代軍人跟宋代一樣 他們是投入公共工程的重要勞力 比如說政府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找誰來做呢 大部分就是常常找這個士兵 明代政府規定 如果一個地方政府要修築城牆 他說這個勞力的來源是多少呢 是軍三民七 就30%的軍力是由軍隊來負擔 30%的人力是軍隊負擔 然後如果你要去找人民來負擔 最多只能到70% 這個都已經調文化了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你地方政府要做一些公共建設的時候 你至少要動用一部分的軍人來做 到明代中期以後 戰用軍人的例子就更是層出不窮 軍官把士兵變成自己的家人 甚至在升遷的時候帶著走 士兵本身是軍隊的 現在變軍官自己私人的奴仆 所以他升遷的時候就把這些士兵也就帶走了 你說那個士兵走 那個軍隊裡頭缺額怎麼辦 那缺額是下一任的事情 然後又把這些士兵拿來從事什麼工作呢 貿易啊 耕田啊 砍財啊 最誇張的還有陪嫁 嫁女兒的時候 來兩個兵根去 去他的丈夫家幫忙掃地煮飯 好 那這些軍人去陪嫁 他們空缺 然後怎麼辦 一大堆的空缺 空缺說軍官說很好 有空缺 那個軍曉就歸我了 軍隊裡頭很多缺額 反正軍官也無所謂 缺額沒有補 我沒有補 政府還是定期撥響 那個想留到誰的口袋 就留到我軍官自己的口袋 所以一方面勞役軍人 一方面侵吞軍饗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軍隊的管理上面 可以說問題非常的嚴重 那軍人受到這種各式各樣的壓迫 他們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是逃 第二個就是叛變 打一次不出這兩個選擇 所以民愛的兵變 層出不窮 隔一段時間就會看到 兵禁上面士兵起來叛變 騷殺擄掠掠 也受不了 起來叛變 被鎮壓下去 然後過一陣子又跑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明代從初年以後 這個他整個軍隊的管理就出現了諸多的問題 衛所兵制實施不到一百年 軍隊的缺額就非常的嚴重 尤其在內地的衛所 很多的這個衛所根本就是空的 那邊境上好一點 說為什麼邊境好一點呢 然後原因很簡單 因為邊境上面有戰爭的需求 軍官不敢讓缺額太嚴重 所以軍官會想各種的辦法 來補充這些為所士兵因為逃亡死亡 所產生的各種的缺額 那你說他們什麼辦法 最常用的辦法就是招募 就是用募的 就是說這個軍隊然後開始產生缺額以後 軍官就挪用一些錢 想辦法吸收這個願意為錢來當兵的人 進入軍隊來維持這個軍隊的數點 這是明太軍隊制度上的很大的這個缺陷 請問一下 如果軍官是施行之的話 怎麼會有無限膨脹的 會有什麼 無限膨脹 無止境膨脹 無止境膨脹 是 因為就是說軍官 因為他世襲嘛 軍官世襲 然後他的小孩理論上都可以變成軍官 不是只有一個接他的任職 不是 是他的小孩理論上都可以變成軍官 是這樣 他們這邊所謂的世襲 不是一個接一個 是 當然你說指揮師 他的職位只能傳給他一個小孩 沒有錯 對 可是他其他小孩理論上還是可以變成軍官 然後就那你說那這些小孩到底做什麼職位 他其實沒有什麼職位 可是他仍然有官的身分 那因為沒有那麼多職位嘛 所以就變成這樣的一些 所以我說無止境膨脹 就是說因為他的小孩理論上都可以有 當軍官的資格 那你說政府沒有限制嘛 其實政府也有一些限制 比方說政府說 你要試習軍官身分的時候 你要通過一些考試 理論上是有的 可是事實上就是說只要你去考就考得過 就是說因為其實沒有什麼人願意當壞人 然後去淘汰人家 然後就要去考畢的研究上過 就變成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你看他那個軍官的數量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這個建國差不多一百多年以後 就是軍官的數量就高達四萬人 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這樣可以理解 這是個明代非常奇怪的問題 明代有兩個一直在膨脹的東西 一個是軍官 另外一個叫中士 就是這個朱元璋的子孫 你知道朱元璋非常會生小孩 他生了二十幾個小孩 然後這些小孩全部都是這個 都封了王爵 然後給他們很多的收入 很多的很高的薪水 然後這些小孩再繼續生小孩 然後他們生的小孩又繼續再生小孩 所以中士就一直不斷的膨脹 不斷的膨脹 而且只要理論上 你能夠查到你的世系 屬於這個朱元璋的子孫 就全部都可以政府就是供養你 就是知道後來這個明朝政府的財政負擔 變得非常非常的嚴重就是這樣子 因為養太多人 人都沒事幹 所以如果你去看一個很有趣 我當然想各位 大概不會去看金劇啦 就中國傳統戲劇 如果你去看中國傳統戲劇 因為中國傳統戲劇 是在明清時代發展出來的 很多的戲都是在明代或者清代寫的 那你去看那個傳統戲劇裡頭 那個壞人大部分都姓朱 就是說因為明代那些宗士 就是說無所事事啊 然後坐領薪水讓欺壓百姓 所以那個壞人當然都是什麼 他說什麼 然後他是一個皇室的成員姓朱 然後在戲裡頭唯非作歹 然後如果你看金劇 你經常會看到這樣的現象 就是那個寫戲的人在罵這種事情 好那這樣的現象當然不可能一直繼續下去了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軍隊有這麼多的問題 那一定要改革啦 一定要想辦法改變 所以為所兵制他實施差不多一百年 這個制度實際上的功能 大概就已經被別的軍隊所取代 就由新的軍隊來取代 那新的軍隊怎麼來的 新的軍隊就是主要是由招募而來 新的軍隊主要來自於招募 就是說我們過去這個念書的時候 都這個老師跟我們講說 明代的軍隊是畏所兵制 那好像給我們一種觀念是說 明代自始至終都是實施畏所兵制 其實這觀念是錯的 畏所知兵制實施一段時間裡頭 就是名存而始亡 他跟我們之前介紹的輔兵制有點像 就是說制度上從來沒有正式的被廢除掉 一直到明世宗這個大家知道 明世宗崇祯皇帝嘛 就是在那個眉山上面上吊的那個倒霉皇帝 對不對 一直到他上吊前的幾天 還有大臣上舟跟他說 我們應該把畏所兵制廢除 這個很好玩對不對 那個政權都已經快完蛋了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後來這個李志成大軍逼近北京城 他這個皇帝就去上吊 就他上吊前幾天 這個國家已經這個違在旦夕 還有還有人上吊說 我們應該把畏所兵制廢掉 所以當然後來皇帝去上吊了 當時也沒有人正式把他廢掉 可是說實在已經不重要對不對 就是說他名字都還在啦 畏所體制理論上都還在 實際上沒有什麼功能 不過當你要這樣說也不太對 就是說你說畏所兵制 真的完全沒有意義跟功能嗎 應該這樣說 他軍事上沒有功能 當然明代中後期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地方上那些有錢有勢的人 他們往往想要加入畏所 你說這個奇怪了 你加入畏所不是要去世襲當兵嗎 問題就是明代中後期 畏所的人都不當兵啊 因為當兵的都是別的軍隊 畏所已經沒有功能了 他只能自存在 那你說為什麼這些人願意加入軍隊 加入到畏所裡頭 因為很簡單 你加入到畏所裡頭 你理論上就不受到周縣的管轄 你受畏所的管轄 那畏所有什麼管轄 為什麼沒有管轄 畏所根本就空掉 所以到了明代中後期加入畏所變成一個地方上有權有勢人逃稅的一個方法 如果加入畏所你地方政府管不到我 你要跟我什麼叫我去服勞役啊 去跟我抽稅我就說我是軍戶啊 軍戶理論上是免稅免勞役啊 因為我要當兵嘛 理論上我要當兵所以我不付稅嘛 對不對 我已經為政府服務了 就變成這樣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OK 好我們來看一下新的軍隊 新的軍隊來自招募 那為什麼是招募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從我們介紹中國軍隊組成以來 我們談了很多軍隊組成的方法 招募制其實也經常出現 這一點就好像我們說過罪犯當兵經常出現一樣 我們可以說中國很多的朝代都採行招募 我們說漢武帝本來實行徵兵制 漢代實行徵兵制 到了武帝的時候徵兵制不行了就改行招募制 唐代初年實施撫兵制 後來撫兵不太行了就搞招募 明代也是啊 你看到 本來實施為所 為所不行了就變招募 那招募到底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一個制度 本來他的軍隊組成是有一個制度的 然後最後那個制度不開始用了 然後的解決辦法就是說 那我們就去募兵 就用招募來成立新的軍隊 那招募 各位覺得招募到底有什麼好處 你像台灣啊 台灣不是本來實施徵徵兵制嗎 徵兵制實施了五六十年 最後現在要改募兵制 那為什麼我們覺得徵兵搞不下去了 我們要實施募兵 那為什麼是募兵 那為什麼乾脆搞一個士兵好了 然後劃一些人編軍庫 然後勢來去當兵 對 就我們實驗室用募兵 為什麼 比較穩定 比較穩定 會造成太大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說 為什麼募兵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 因為我給錢你不來的話 我也沒有很強迫你 如果你變成士兵在什麼的話 會弄到一個敏怨之類的 好 就是說招募制理論上是怨者上鉤 對不對 就是說你來當兵是有意願的 我是找有意願的人來當兵 然後不要強迫 對不對 因為你用徵兵制也好 士兵制也好都牽涉到 強制人家當兵的問題對不對 士兵制就是你不准改業 你劃到軍戶你不可以改業 你就是要當兵 對不對 那政兵根本不用說了 就是說你幾歲到了 然後就發一張通知 請你去到軍隊去報到 不管你願不願意 對不對 你想不到的話也不行 不到的話可能會被關起來 對不對 這個在座的男生 對不對 記得這一點 對不對 你收到兵役通知的時候 千萬要記得去報到 對不對 所以招募理論上是怨者上鉤 對不對 這是他的一個優點 對不對 還有呢 還有什麼優點 所以說好 第一個 這個他沒有強制 他的強制的那個問題比較少 我用錢來跟你交換 對不對 你來為我服務我就跟你錢 我們這是一個利益的交換 對 好 還有呢 還有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過 品質比較高 這恐怕是個問號 不一定招募來的士兵品質比較高 你看宋代之招募制 對不對 招募來的都是社會上窮的要死的 然後沒有什麼品質 對不對 這倒是 這倒未必 就是說你用金錢去交換 那交換願意來當兵人 不一定表證品質比較高 不一定 有可能高 有可能不高 這種我們之後會講到清代末年的招募 清代末年招募的士兵品質比較好 跟受難不一樣 那為什麼 有原因啦 我們之後會講 招募制不一定會招到數值高 也不一定會招到數值低 看你怎麼去安排 招募制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因地制宜 我需要的時候我就去招募 我不用去想說什麼長遠的規劃 我可以因為臨時性的需要 我臨時性需要多少的士兵 我用招募是最便捷 方便 可以說方便是招募制 為什麼大家喜歡用招募制 因為方便 我可以因應眼前的需要 我就特別去哪一個地方 或者我需要多少的數量 我都可以隨時的自行的去控制 對不對 你是真兵制就沒有這種優勢 你真兵制 這個今年出生 比方說年滿二十歲的男性都去當兵 那一年剛好碰到農年 當兵的人就變多 對不對 碰到什麼年會變少 中國人比較不喜歡什麼生肖 什麼虎啊羊啊好像是 出來就變少這樣子 就變這樣子 你沒有辦法控制 可是募兵就有這個好處 就是說我要多少就多少 可以控制 這個募兵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方便 而且我們等一下會講到一個招募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快 就是你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透過金錢的誘惑 金錢的吸引 得到你想要的軍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明代中期組成軍隊 最有名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七下軍 由七季光組成的軍隊 七季光寫了一本書叫做 《練兵實際》 詳細記錄軍隊的組成方式 這種軍隊從招募到訓練到作戰指揮的 各種的準則 他把它寫下來 當然《練兵實際》會變成一個 非常重要的作品 研究中國軍事史的人 大家都會去看《練兵實際》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少見的軍事的著作 他談的是非常實際的事情 他告訴你怎麼樣去招募士兵 招募士兵的時候要注意什麼事情 士兵招募來了要怎麼樣組織訓練他們 然後再怎麼樣把他們送到戰場上 讓他們發揮戰力 他把你寫得非常的有條理有系統 可是請注意這個作品是由一個個別的將領 獨立完成的 就他自己去寫的 他不是一個政府編定的準則 他代表著什麼事呢 他代表的是明耐詩是招募制度的 按招募來取代為所的時候 整個這種招募的進行是毫無規劃的 他就是完全回到我們剛才說的招募制的好處 招募制的好處就是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哪裡需要募逼呢 就派一個人去 我給你多少錢 然後給你一個額度 比方說七季光一開始 他被朝廷送到了浙江 給他一筆錢 然後跟他說你去招募三千人 這個就是七季光七家軍的最基礎就是那三千人 你去招募三千人 就這樣 然後至於你要怎麼招募 對不起沒有人告訴你 你愛怎麼搞怎麼搞 因為政府根本不知道要怎麼去管理 政府毫無概念 完全交給個別將領來做 那結果就是什麼呢 這個將領如果有能力 這一支募兵就做得好 這將領沒有能力那就算了 所以為什麼七季光要把這些東西寫下來 因為他覺得當時的其他人去招募都亂搞 所以他非常的不以為然 所以他把他的概念寫下來給別人來參考 其實光說士兵必須來自於農村 因為農村的士兵 來自於農村的士兵勤樸奈勞 那為什麼他特別強調這一點 因為當時絕大部分去實施招募的人都不這樣做 明天中期以後社會經濟快速發展 城市興起 眾多的農業人口湧入城市摩球發展 然後產生了嚴重的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城市裡頭的失業問題 這個我們大概都知道 就是說比如說你看這個工業革命初期的歐洲城市 跟明代中期的中國城市 或者說你看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的這個大城市 都看到同樣的現象 就是當城市經濟開始發展以後 城市變成一個燈塔 吸引周圍農村的大量人口拼命的湧入城市以後 因為他們都聽到說 你到城市以後就可以發大財 有比較好的生活 然後拼命的湧進去 然後到城市以後才發現 原來發大財的只有少數人 多數人很慘 我在1998年到四川程度 那時候四川當然就 中國大陸已經改革開放了大概十年了 改革開放了十年 然後像四川這樣比較內地的省份 他的經濟也開始起來 我到四川大學的教授帶我去看那個人力市場 那個真的是非常非常壯觀 當然這輩子很少看到那麼多的人 就是他是一個非常大的廣場 裡頭地上窮坐滿的人 這些人都在等待 等待屋主去那邊找 就是說如果你要需要人力 那個需要真人的你就去那邊 因為那邊有大量的從農村來的人 坐在那邊等你去僱用他們 那個就是一個城市興起以後的這種現象 那你知道很多湧入城市的農村人口 最後他們就會產生生計的問題 他們根本找不到工作 沒有那麼多工作 城市討生活 沒有像他們想像的那麼容易 那這些人怎麼辦 所以對於要招募士兵的軍官員而言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嗎 我知道這個城市人口聚集的地區 然後我就設一個增兵處 然後馬上大量的失業人口 就湧入這個軍隊裡 就蜂擁而來跟你報到 跟你要錢對不對 所以其結果就是大量的城市失業人口 然後進入軍隊裡頭去幹嘛 尋求溫飽 那七零光說這樣的軍隊是沒有用的 你找這些人 這些人出來混飯吃 你找這些人來當兵 沒有用 沒有戰鬥力 他特別強調這種情譜難 那你可以想像在當時 七零光當時是少數 多數人我要持續募兵的人 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到城市裡頭去招募 因為太容易了 城市裡頭的事業人口太多了 好那七零光為什麼成功 就是說從招募訓練到後勤到指揮作戰 都由他一手成立的這個機構來負責 所以他有絕對的自由去設計他想要的軍隊 他可以按照他個人的想法 以及他所面對的環境跟敵人來設計這些軍隊 所以這些軍隊能夠成功 可是這樣的優點最後就導致別人批評他說 七家軍是七零光私人的軍隊 因為這個軍隊是他一手建立的 所以後來敵視七零光的人就批評說 這沒有人可以領導七家軍 只有七零光可以領導七家軍 這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最後七零光的下場很慘 然後他最後潦倒而死 然後後來被奪去一切官職 然後最後他死的時候非常的窮困 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這個時候 這種募兵的出現 雖然的確產生了一些效果 你看這個七家軍他變成明耐中葉 維繫這個政權的一個重要的力量 可是這種成果 其實不能夠持續的存在 不能夠長期的存在 主要的還是這個政府對於軍事的管理 缺乏概念 不知道什麼管理 好明耐中期以後軍隊以募兵為主 然後他們所使用的武器也有一個重要的改變 就是火炮 我們開始大量的使用火炮 這種管狀的火炮最早的出現 應該是在這個原末明初 現在我們找到的最早的這個火炮的遺物是這個 明洪58年的大炮筒 這種東西 這個炮到底要怎麼用 這是一個剖面圖 不太清楚了 這個炮要怎麼用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種 這種炮筒深短而口粗 那射程不可能遠 這個非常的原始 這個到底要怎麼使用 其實我們不是非常的清楚 不過這種火炮我們就很清楚了 這個是明朝末年使用的火炮 這個崇禎朝明朝這個明思中 明思中皇帝時代製造的紅衣炮 這種火炮是在歐洲人的協助下來製造的 這種火炮已經比較接近現代概念的火炮 炮聲細長 炮的兩邊有炮耳 來便於搬運 要不然這個整個炮管圓圓的很難搬 那請注意這個地方 瞄準句 各位以前大家把看的準心 當時炮上面的瞄準計已經開始出現 炮聲後出而前戲 這是當時這種前塘火炮的一個標準的形態 所以你從這兩個炮的這種炮 明朝朱元的炮跟明朝末年炮 你就可以看到 在明朝整個火藥武器有明顯的改變跟發展 好當時除了這個我們剛剛看到的這種大炮以外 還有個人使用的火器 就所謂的衝 早期個人使用的火藥武器 是在藏木桿上裝置火藥桶 然後把它點燃以後去燒灼敵人 就是早期的所謂的火槍 比方說你在宋代或者元代聽到的所謂的火槍 都是這樣的武器 它不是真正我們現在概念中的槍 它就是一個金魚火花 簡單來說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在木桿上面綁一個火藥桶 然後把它燒燃燃以後它會噴嘛 對不對 噴到人的臉上 然後就把人燒傷 噴到人身上就會把人燒傷 是這樣的一種燒灼式的武器 它不是真正的發射彈丸的 那到明耐中葉 在明朝佳紀年間從日本傳入 歐洲人發展的沖 這個就是現代概念中的槍 就是火 這種比較接近我們現代概念 發射彈丸的槍 那這種早期的沖 等於是個人使用的一種小炮 這樣講 我們不算大炮 因為比較小 個人使用的炮 這種槍就是所謂的火神槍 它沒有板機 它不是用扣擊發的 它是在這邊裝上 這邊有個蓋子 遮風雨的蓋子 因為在這邊裝火藥 然後拿一個火神出來 然後把這個火神點燃 點燃以後火神燒到這個火藥 然後這個火藥爆炸 然後把這個裝在火藥前面的彈丸射出去 那我們給各位看到的這個沖 是一個中國人自己改良發展出來的 就早期的沖是歐洲人傳進來的 然後傳進來以後 中國人自己去改良發展 這種是薛圓沖的設計已經比較講究了 火門上面有鈣來遮蔽雨水 因為這種火神槍最怕的就是下雨 因為一下雨 這個火藥淋濕就沒有辦法點燃 然後它的火門的關閉也比較快速 以防止風把火藥吹落 因為把這個火藥裝進去以後 人家趕快把那火門關起來 免得這個風一吹 所以火藥又掉出來 就沒有辦法這個電燃 好 各位都打過靶 請問這個沖你要怎麼樣使用 這個地方是什麼 槍托對不對 槍托要放在哪裡 你們高中的時候打靶 槍托放在哪裡 尖窩對不對 敵井尖窩對不對 教官都會跟你講嘛 敵井尖窩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去打靶的時候 拿的是一支薛圓沖 請問你的頭會在哪裡 槍托敵井中窩 你的頭剛好在這裡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的頭剛好在火門上面 那這種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它會糖炸 為什麼糖炸 因為這種武器在當時是hand made 手工製造 你說手工製造好啊 手工製造不是比較貴嗎 那個是手工製造衣服可能比較貴 火藥武器用手工製造很糟糕 因為手工製造出來的每一支槍都不太一樣 每一支炮都不一樣 這非常麻煩 這個早期沒有辦法機器生產 這種武器用手工製造 問題非常多 最嚴重的就是糖炸 就是說比方說槍管做得不夠直 或者槍管裡頭做得不夠乾淨 這火藥激發以後 這個彈丸射不出去 它就在這邊炸開 那你槍枝敵緊肩窩 然後頭在這邊一炸 就把你臉給炸掉 所以當時的這種火藥武器 因為比較原始 所以它使用上面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士兵不敢把槍敵緊肩窩來使用 士兵在使用這種槍的時候 他是把手拿在這裡 你去糖炸吧沒關係 炸不到我 可是問題是你打法的時候這樣看 你看看 因為你這樣拿嘛 射擊的時候後座力非常的大 然後你手拿在這裡 遠離身體 因為你怕糖炸你要遠離身體 那就表示什麼 根本打不到人 牛也打不到 就算你的敵人跟牛一樣打 你也打不到他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子彈會不會到哪裡去 這個就是當時這種武器最大的問題 好 那我們剛才談了一下 那在十六世紀 這個明朝中夜十六世紀時代 使用這個火藥武器上面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時代火藥武器開始發展 那在使用上面其實不是很方便 所以看起來說使用火藥武器比傳統的武器好像來的進步 可是它實際能夠產生的效果不一定非常的好 主要的原因在於使用火藥武器它的理論跟技術的層面要有相當的水準 你才能夠真正讓它能夠發揮效果 比方說一個火炮而言 其實或者我們剛才講的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這時候的火炮都還沒有膛線的設計 就像不管是炮跟槍一樣都沒有膛線 所以都是所謂的光膛炮 那這個炮彈跟炮管 外面的炮管 這個理論的炮彈 它的這個炮彈跟炮管之間一定要有縫隙 如果你說這個炮彈跟炮管沒有縫隙 炮彈就卡在炮彈裡頭嘛 就躺著 對不對 可是如果這個縫隙太大 就是這個所謂的油隙 就是火炮管閉到炮彈之間的距離 如果這個油隙太大炮彈就射不出去 因為壓力都散掉 對不對 你說這個炮管很大 炮彈很小 那個火要爆炸以後 產生的那個氣體的壓力 它就被從這個遊戲排掉 那炮彈就射不出去 所以遊戲一定要做到越小越好 可是不能沒有 那這個當然就非常麻煩的事情 就是說很顯然你的炮管要做得夠圓 炮彈本身也要做得夠圓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要在整個工藝的製造水準上面 到達一定的這個境界才能做得好 那也就是說火炮的製造跟使用 都有很複雜的學理依據 可以說你要使用火藥武器 牽涉到化學 物理學 數學等等這些基礎的學科 它不是光靠經驗法則就可以做到的 你使用傳統的武器 其實基本上就是經驗法則 於射箭射了100隻 200隻 300隻 射得越多你大概就知道怎麼樣射就會射得比較準 對不對 可是使用火炮不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一個火炮做出來 說這個我也不知道他做得好不好 我先拿來試試看 一試就把你炸死了對不對 你不用再繼續用 這個沒有辦法說可以試驗 它需要的是理論 學理 偏偏中國的工匠跟士兵在學理上面的基礎很薄弱 為什麼中國這些學科反而就發展 所以中國自治的火炮在當時被批評成怎麼樣子 說中國的火炮受藥不多 就是說這個不能裝太多的火藥 因為裝的火藥不多所以放彈不遠 所以火炮沒有射程 射程不夠 而且無少準而難重地 火藥打火炮沒有瞄準器 所以打不到目標 沖塘外寬內窄 不遠不靜 差不多這個大炮外面看起來很大 可是裡面口徑很小 那裡面這個火炮的內徑又不夠圓也不夠滑 那就表示什麼它就容易卡彈 對不對 皆以彈不合口發彈不遜不止且無猛力 這個炮管做得不夠直 炮彈又跟炮管不太能夠配合 那你說為什麼炮彈跟炮管不太配合 因為做火炮的是一個單位 做炮彈是一個單位 對嘛 當然常常就發生這種問題 所以發出一個炮彈打不直 會轉彎 然後沒有力量 沒有猛力 就沒有穿透力 就打出去砰 聲音很大 可能發出一個炮彈沒有穿透力 沒有穿透力當然就不能夠射穿目標 對不對 然後這種火炮呢 頭重無耳 轉動不活 就這個炮彈 這個炮管沒有炮耳 我們剛才跟各位介紹 你看這個紅儀炮 有這個炮耳 那中國做的這個火炮不會用 不會做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火炮很難搬運 頭重無耳 轉動不活 尾薄體驚 莊藥太緊 即顛倒炸裂 尾薄體驚 火炮的後面要承受這個後座力 所以要做得夠厚重 然後中國的火炮後面做得太薄 所以火炮點燃的時候 這個從後面噴出來 顛倒炸裂 對吧 後面的人都炸死 火炮不是往前打 是往後打 所以看到這種火炮你敢用 對不對 這種火炮這個 你有這種火炮你就不需要敵人了嘛 對不對 因為火炮就把你自己給炸死了 根本不需要敵人來殺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手工製造的火器在品質管制上非常的困難 規格不一的火炮不容易與炮彈相配合 致使威力不只威力有限 而且容易躺炸 傷害使用者 這是明朝在火藥武器使用上的一個大的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不容易解決 你要讓火藥武器真正發揮它的功用 必須在整個生產過程之中 有比較好的管理 讓炮彈跟炮管能夠緊密的配合 可是問題是 長期以來中國軍隊 就是在明代政府統治下 這些軍隊它的後勤共益 是沒有一個有系統的組織 軍隊的後勤往往分散給各個不同的地方政府 來負責供應 就是說軍隊的後勤共益 它往往是分散給地方政府來做 所以導致製造炮管的是一個單位 製造炮彈的是一個單位 所以炮管跟炮彈當然就合不起來 這個軍隊得到的炮管是從一個單位供應來的 炮彈又從另外一個單位供應來的 這兩個鬥不起來 所以我們必須知道你要有新式的武器 要讓這些新式的武器能夠發揮它的功用 你的整個軍隊的組織要隨之改變 你要有新的武器就要有新的組織 如果你只有新的武器 而沒有新的組織配合 這種新的武器也就沒有辦法產生它預期的效果 因此使用火藥武器的明代軍隊看起來好像非常的先進 可是它使用有很多的問題 這種火藥武器使用不方便 從裝彈到敵發速度不夠快 這個當時的這種火藥武器 它在使用上非常的困難 那因為當時的火炮都還是火藥 當時的火藥是散裝的沒有藥包的概念 各位以後去當兵 你要使用火大炮 不管是用大炮 迫擊炮 你都要裝藥包 它是裝在這個一個包包裡頭 它火藥不會露出來 可是當時沒有這種藥包的觀念 所以火藥是倒進這個炮管裡頭 所以這個火藥倒進去 然後它激發以後 整個炮管裡頭就會充斥著殘餘的火藥 因為火藥跟炮彈是連在一起然後激發 然後炮管一出去火藥 殘餘的火藥就跟著這個炮彈 布滿了整個炮管 所以你激發以後 這個炮就要從炮位上退下來 幹什麼 清炮管 把炮管裡頭刷乾淨 因為如果你不刷乾淨 炮管很熱 然後裡頭又有殘餘的火藥 它就會糖炸 所以 可是如果你每次發炮以後 都要把這個炮管清乾淨 然後再裝蛋 再裝藥 再激發 結果什麼 射速非常的慢 每次發一個炮彈 射擊一個炮彈 就要花很長的時間 這就變成一個兩難 你說這個在戰場上 敵軍迫近 我要快速的發射我的炮 大炮 可是你為了快速發射大炮 你沒有辦法吃 沒有時間清炮管 這炮彈 炮管就會炸掉 所以這種火炮碰到祭兵的時候很麻煩 就這個炮到戰場上面 它可能發射了幾發以後 敵人的祭兵就已經逼近 那你知道這個大炮是遠距離武器 敵人逼近 這個大炮就沒有什麼用 對不對 把那個炮管舉起來去扎敵人 對不對 沒什麼用 而且這時候的火炮 又非常容易受到雨水跟風向的影響 風大一點 那個炮彈就被吹歪了 打不準 受到地形的影響 因為這個大炮太笨重 彈藥的穿透力有限 準確度有差 又差 這個是火炮使用上的困難 可是明代的官員 卻非常之重視火器 他們認為 這是他們跟滿洲人相比 唯一的優勢 他們在明代末年面對 滿洲祭兵的嚴重的威脅 他們覺得他們在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勝過滿洲祭兵 唯一就是因為他們掌握了火炮 他們滿洲人不會 他們覺得這是自己的優勢 可是我們知道 戰場上的勝負 絕對不是單一因素可以左右的 不是你說我覺得我的火炮 這個看起來很先進 這是高科技的武器 火炮在當時當上是高科技武器 對不對 高科技武器 然後我就可以再打勝打贏戰爭 這個當然沒有那麼簡單 由於明代的軍隊 這個迷信火藥武器 他們相信火藥武器的重要性 所以在他們一開始跟滿洲人作戰的時候 他們拖著這個笨重的火炮去上戰場 為了把這些笨重的火炮 拖到戰場上去進行野戰 明代的軍隊發展出所謂的戰車 這個戰車 這個戰車是我們現在概念中的戰車 當然不是 我們現在概念中的戰車是用機器來推動的 明代的戰車是用人推的 這個你可以看到中國這個戰車很有趣 早期的戰車是馬拉的對不對 然後我們給各位舉一個例子 唐代的戰車是什麼 流拉的對不對 當明代的戰車更慘是用人推的 那你各位可以想像這種用人推的這個戰車 上面裝了一隻笨重的大炮 然後在這個戰場緩慢移動的那種奇怪的景象 比如說這個一個車子用十幾根推 他能夠走得多快 而且上面放那麼重的大炮對不對 各位可以想像 你這樣的軍隊這樣的炮兵 搭配著步兵跟技兵一起在戰場上運動 結果是所有的軍隊的速度 都被這個笨重的炮車所拖累 既兵步兵不能走太快 因為走太快炮兵就被甩到後面了 那怎麼使用呢 對不對 讓這種青銅大炮裝在這個炮車上面 太陽光一照會產生什麼效果 大量的反光這些都是金屬 你知道如果在平原地區 那個金屬被光線一照 那個產生的反光可以傳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然後這些軍隊又運動得非常的遲緩 所以對抗這種軍隊的敵人真是太好 太容易了 敵人可以在非常遠的地方 就觀察到這一支運動緩慢 數量龐大運動緩慢 然後非常容易觀察的軍隊 他走到哪裡都容易看到他 因為他的反光那麼亮 你想看到他都很藍 對不對 我想不看到他都很藍 非常的亮 所以這樣的軍隊到戰場上一定失敗 我們知道你要出去作戰 尤其在進行野戰 野戰最重要的就是速度 因為你要去騎行你的敵人 要出敵人出其不意 那這樣的軍隊剛好完全沒有速度 然後這樣的軍隊特別容易被敵人伏擊 因為他運動太遲緩了 敵人太容易設下陷阱等著他 那看到他慢慢慢慢向人走過來 做好一切的佈置 挑選好最適宜攻擊他的地形 所以你看到這個滿洲人跟明軍作戰的時候 往往你看到那個紀錄就是 明朝的軍隊碰到河流對不對 所以步兵跟忌兵都過了河 炮兵就傻了 炮那麼重 炮車怎麼過河 然後炮兵就在那邊想 我要怎麼過河 那也不用想了 因為前面的紀兵跟步兵就被滿洲人給殲滅了 後面人炮人隔了河那邊看戲 也不知道要幹嘛 就這樣子啊 就失敗了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你看到那個戰場上的紀錄 往往常常這種現象發生過好幾次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敵人都早就準備好了 就知道你在過河的時候會出現問題嘛 所以我就在那邊等你嘛 等你過河的時候 你就一半的部隊過去就開始攻擊你嘛 那你知道這種戰爭的結果就是這樣嘛 前面一半的部隊被殲滅了 後面那一半就跑了嘛 嚇都嚇死了就跑掉了對不對 然後這些大炮怎麼辦 那一半就全部送給敵人啊 誰會扛著大炮逃呢 對不對 扛著大炮逃也逃不遠啊 對不對 大炮就送人 所以明朝人後來也知道 他們不能夠拖著這種火炮去野戰 因為拖著火炮去野戰 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他們開始改變他們的戰法 他們開始訓練炮兵 然後呢把這些炮兵呢 放置在城牆上面 把火炮專門用來守城 他們花了大量的金錢去僱起耶穌會士 就是歐洲來的傳教士 跟在澳門的葡萄牙籍的炮手 這些水手其實是水手 可是因為在這個十六十五十六世紀 這個水手都是非常好的炮兵 因為當時歐洲各國都在海洋上相互的競爭 不同國家的這個船隻在海上碰面 就是開炮互轟 所以你是水手就一定是很好的炮手 就招募這些葡萄牙的炮手 來訓練明代的炮兵 然後引進了一些新的技術 然後把火炮架在這個城池裡頭 來對抗滿洲祭兵的圍攻 在一段時間以後 這樣的戰法發揮了他的效果 所以在明軍在前期戰爭的期間 一連串的這個野戰上的失敗之後 他們改採手勢 在一開始這樣的手勢有效果 因為他們有了精良的火炮 然後有了訓練好的炮兵 可以這個倚靠著誠實的防禦 然後敵人這個滿洲的祭兵逼近 他們就開炮轟擊 可是由於明代的軍隊士氣不高 而且武將呢又受到這個文官的壓制 兵變頻繁 我們講過 明代這個兵變頻繁的問題 這個沒有 始終不能夠解決 有一個兵變其實還滿嚴重的 就是在山東地區的一支炮兵 在這個武將孔友德的領導之下 的這一支炮兵 這支炮兵是受到葡萄牙人的訓練 在山東這邊訓練了一支炮兵 就後來這個孔友德跟他的這個長官 發生了這個衝突 他就帶著這一支訓練有術的炮兵 以及十幾門紅衣炮 從山東出海到了滿洲去投靠 當時的滿洲領袖黃太景 所以把火炮連同使用火炮的辦法 全部都交給了滿洲人 就是最先進的大炮跟訓練有術的炮兵 全部都去投靠滿洲人 這變成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滿洲人開始取得了火炮 而且最重要的取得了使用火炮的技術 所以他們可以用火炮來轟擊明朝人聚首的城池 所以隨著這個明軍的不斷的叛變投靠 滿洲人開始取得了火炮的使用火炮的技術 他們有對抗明軍聚首城池的能力 就過去明軍聚首城池 滿洲的忌兵沒有辦法攻城 他們現在開始有了炮兵以後 他們也具備了攻城的能力 我們剛才談的是當時使用武器的問題 明代軍隊的問題不只於此 明代軍隊的指揮也有嚴重的問題 明代初年的時候武官的權力地位很高 各地的總兵掌管兵權 中央由所謂的武軍都督府管理衛所 都是由武人來控制 所以明代初年的時候軍官武官的地位權力都很高 北方的九位總兵負責邊防重任 號稱為九邊 九邊的圖 明代的九邊 東起這個現在的遼東半島 西到甘肅的嘉餘關 這個沿著這個後來修 後來就在這邊修築長城了 明長城 明代這個你可以看到這個沿著這個遼東 然後河北的北部到山西的北部到陝西 然後到甘肅 形成了所謂的九大邊鎮 駐守在這個九大邊鎮的九位總兵權力非常的大 可到了明朝第四個皇帝 就明宣宗的時候 就開始在這個九位總兵的上面設置巡撫來管理 就在九個總兵上面設置了九個巡撫 那這些巡撫都是文官 就是要用文官來管理五官 由朝中的高階文官來出任巡撫來管理這些總兵 後來又在九個巡撫上面設置三個總督 形成了所謂的總督巡撫制 那這些總督巡撫都是文官 由這些文官來負責管理編法 所以剝奪五官的權力 形成這種以文臣來統兵的體制 我們說宋代有文臣統兵明代也有 明代的文臣統兵底子到了明代中期就確立下來 總督巡撫制 文官跟五官由於他們的學術背景 文化背景的差異 以及他們平常處理的事物的差異 對於問題的看法經常會產生歧異 文官握有政治的權力 文官沒有文官的支持就難以發展 在這種以文官為主的體系之下就變成如此 七七光成為明代中期 少數有輝煌戰功的五官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長期受到他文臣長官的倚重 這個他他運氣很好 他在他這個示範這個統兵生涯中 有相當長的時期他有得到他的長官極大的支持 這些文臣的極大的支持 可等到後來這些支持他的文官這個失去權力以後 他就跟著這個倒楣 所以在明代中期以後 五官沒有得到文官的支持就沒有辦法發展 因為主要的權力都掌握在這些文官的手上 不管說這些統兵文臣看起來權力很大 可是這些統兵文臣又經常受到朝廷之中的議論跟皇帝的牽制 而不能夠一展長才 理論上這個邊境上的統兵權力是掌握在文臣手中 可是這些文臣其實受到也有受到很多的牽制 文臣受到牽制其中的一個表現就是這些統兵文臣經常的被誅殺 明思中崇禎皇帝他在位17年 他在位17年是非常慘的 外有滿洲人的入侵內有流寇的起來叛變 所以17年之中年年都在作戰 同政一朝17年皇帝總共殺掉了7個總督跟13個巡撫 這些高級文臣動輒被皇帝誅殺 就是皇帝不滿他的表現就把他們殺掉 這都是最高階的指揮官 那簡單來說就是你有了這樣的皇帝你就不需要敵人嘛 因為你的敵人沒有把你殺掉你的皇帝會把你殺掉 那還需要敵人嘛 所以這個明朝的敵人還滿好做的對不對 然後這個總督很厲害沒關係 等他個幾年他的皇帝會把他宰了 不用我們對付他 就這樣 這種誅殺統兵文臣的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 這麼愛殺自己的高階指揮官 高階軍事指揮官 17年殺掉20個高階指揮官 巡撫以下那些被殺的更不用說了對不對 總督巡撫是這個邊境上最高階的指揮官 都這樣輕易的被誅殺 這個明朝的問題 明朝是一個政治文化極其殘酷 然後皇帝這個經常的誅殺大臣的這樣的一個這個王朝 所以產生了這樣特殊的現象 所以明太的統兵文臣其實不好幹 這個表面上權力很大 可是其實這個處境自圍的艱難 這個要面對強敵 因為內部呢又有諸多的這個制軸的力量 然後甚至這個自己常常性命不保 好明代文臣統兵所產生的另外一個現象就是 兵書大量的創作跟印刷 明代是特別是明代晚期 是中國兵書創作的另外一個高峰 有諸多的著作被這個創作跟印刷 這位文臣要承擔軍事的責任 所以他們必須要有軍事的素養 所以他們熱衷於討論軍事的理論 討論軍事的歷史 但是這些文人對於軍事的熱衷 對於實際軍事工作 他能夠產生的影響力 卻是一個問號 就是說我們看到很多的作品 這個在討論軍事 可是他到底產生了實際 多少實際的效果 其實很有問題 比方說明朝末年最有名的一套兵書 是由毛元宜編的五輩志 這個毛元宜跟他的父親毛坤 乾坤的坤都非常熱衷於軍事 然後他們也的確參與了一些軍事的任務 毛元宜後來編了一套書 叫做五輩志 五輩志 這個內容有多豐富呢 他全書有240卷 各位等一下吃完中飯沒有事幹 請你到圖書館 你就去站在圖書館的書架上面看 看什麼呢 看五輩志放在書架上面有多長 不用翻他 不用翻他 你知道去那種感覺一下 五輩志到底有多長就好 因為他是放在那個書架上 一整排 因為他有240卷 問題就是說 這個你寫那麼多的 那麼長的兵書到底要幹嘛 對不對 就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編這個兵書 是為了實用 這個240卷等你讀完 當然大概仗也打完了不是嗎 對不對 就是說這麼豐富的內容 當然在談什麼呢 主要是在談兵法理論 跟軍事的歷史 兵法的理論 軍事的制度跟軍事的歷史 對於軍事裡頭的實物 比方說火炮的操作 他有沒有談 有 可是數量比較少 這樣的兵學著作 究竟是所謂的學究之事 就是說這個是讀書人 一種學術上的追求 因為你知道學術上的追求 可以無止境的擴張嗎 這個學問越多越好 所以這個兵出來的兵書這麼的大 各位 你去看完五輩志 然後請你去找一下 西濟光寫的這個煉冰十記 你就會發現 煉冰十記好難找 為什麼 因為他小小的一本 你不容易找 五輩志好好找 因為他就在書架上一整排 你想看不到他還蠻難的 這樣 因為他實在太大 那為什麼要跟各位講這個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對比 煉冰十記是一個 有十記統兵經驗的武將 武官寫的 他寫的內容 就是這個東西 對西濟光而言寫出來 是要給人家看 是要有用的 是要有用的 所以他不要太多 可是你看到這個文人寫的兵書 卷制龐大啊 你說到底有什麼實用性啊 這個其實實用性是 在我看起來是非常的問號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齊濟光的這個 嗯 冰書 對 齊濟光的這個冰書 齊濟光的冰書有啊 因為它在明代有印象 對 所以 絕對會有讀者 只是問題是那個 你說一本書的效果 到底影響力有多是啊 就很難評估啦 可是他因為他 他當時就刊印 就是說就刁板 然後印刷嘛 中國傳統都是有木板 刁刻然後印刷 所以他那個書 當然在當時 絕對是有流傳 好 那五輩子當時也在明代 有有刁板印刷 好 兩百四十卷 就照樣都 都刻板印了 對 嗯 就是說 很 我們很難去 實際的去判斷一本書 就是那一本書的影響啦 可是你從內容來看 這個到底哪一種書 會比較有實用性 我相信當然還是齊濟光的書 比較有實用性 所以你看後來的人 參考明代的冰書 當然都是去讀 技效新書吧 或者這個 這個列冰實際啊 齊濟光另外一本書 叫技效新書 好 就讀齊濟光的書 不會去讀 寶怨夷的五輩子 對不對 那怎麼放在書架上 應該是沒有太多 大概只有研究歷史人 會去看它啦 這個沒有太多人 就要去看 所以我們剛剛 在我們前面的介紹 大家可以知道 整個明代的軍隊 真的問題很多 從指揮到組織 他們使用的武器 都有非常多的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明代的軍隊的處境 是非常的惡劣 一方面是士兵的生活差 生活狀態很差 士氣非常的低落 另外一方面是統治階層 內部的矛盾很多 這個經常的這個對實際在前線的指揮的 的這些官員 各式各樣的牽制 甚至把他們殺掉 統治階層看中西方的火烤武器 這個固然有它的效果 其實也只是就衣食之急 而不能夠挽回整個國家的衰運 那明代的軍隊狀況有多差 我們舉這一個例子 盧相聲 晚明最有名的統兵文臣 二十幾歲考上進士 就開始統兵 這個是明朝孟宴最有名統兵文臣 這個人雖然是一個進士出身的文人 可是武藝高強好名馬擅長使用大刀 所以他統兵的時候常常騎著巨馬 然後身先士卒 然後揮舞大刀衝入敵陣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 這種晚明的這些統兵文臣 他跟我們一般對中國文人的印象不太一樣 這些人都習武術 然後驚以武藝就這樣子 很特別 這有一些很 這個晚明你可以看到這樣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到三幾歲就戰死 這個是一個晚明的名叫 他的書叫明大司馬如公奏義 其中有一篇是叫做西越靜邊 摘成竊藥士遺述 是他在崇禎十年到山西這邊去視察軍隊 回來以後寫給皇帝的報告 這才崇禎十年 距離民思中上吊還有七年 然後你看到他在這個一篇奏折裡頭 描述當時軍隊的狀況 他說 他說契今撲響越多 飢寒破體 向之挪錢借債 免治公使槍刀 依然點血賣魚 他說現在我們軍隊裡頭 士兵的欠響 撲響就欠響很嚴重 這些招募來士兵理論上應該拿薪水 拿不到薪水 就很 拿不到薪水很窮 過去他們為了製作兵器 他們去跟人家借錢 來勉強的製造 製作一些兵器來供自己使用 所以你看到整個軍隊後勤工藝 一大堆問題 士兵沒有武器 他們還要自己花錢去製造武器 然後等到他們欠響越來越嚴重 沒有錢就把這些武器拿去賣 所以就知道流扣為什麼武器那麼多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軍隊的士兵把那個武器賣給誰 然後就賣給那些 這個需要武器的那些叛亂團體 對不對 然後底下說多兵羅列五場 他說他去山西教越這些士兵 然後這些士兵在這個教越場上面 站在那邊 驚風如箭 這個秋天去 他說北風吹下來跟箭一樣 哪兒病江兒朴者紛紛見告矣 這些士兵還沒有打仗 光站在那邊教越就昏倒了 就一個一個就昏倒 昏倒 美典一兵 他是看這些士兵 一個一個去看這些士兵 有單一者 有無庫者 有少邪者 曾見之不覺 三然淚下 將軍隊還可以撐七年 這個人類歷史上奇蹟 對不對 你看到這樣咒術 而且奇怪了 這個從政十年這個國家應該可以滅亡 對不對 還可以撐七年 大概人類 這個 所以你看到這樣 明朝滅亡這個 這應該是 這個 這不是問題吧 就是說為什麼明代那麼大一個國家 滿洲人那麼小 然後這個明代被滿洲人滅掉 對不對 你看到說 這我就是奇怪 這樣軍隊還可以撐那麼久 有這麼貧困的士兵 這個國家當然一定註定要滅亡 對不對 從政十七年李志成 這個劉寇李志成 他從陝西出發 目標北京城 北京在這裡 北京城在這裡 李志成部隊在陝西南部 他往北京打 請注意他的行軍路線 他行軍路線是這樣走的 他從陝西南部 沿著榆陣 山西陣 大同陣 打進了宣武陣 然後進北京城 請注意喔 我們地圖上的九個紅點 號稱九邊 這九邊 這九大邊鎮 是從明朝初年就建立的重要軍事祭典 兩百多年來 明朝政府在這九大邊鎮上面的軍事投資 何其龐大 明朝中期以後 沿著這些邊鎮修組所謂的邊牆 對不對 多巨大的投資 結果明朝末年的流寇 他居然沿著九大邊鎮行軍 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理論上很奇怪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知道軍事的原則就是必食而急需嘛 敵人重兵部署的地方我一定要避開他 我要去找這個敵人 這個沒有重兵部署的地方 就李志成的行軍路線剛好相反 他的行軍路線是經過重兵部署的四大邊鎮 然後打進了北京城 表面上李志成奇怪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在李志成行軍的過程之中 各沿邊的民軍望風而降 他唯一遇到的抵抗是在大同鎮 大同鎮南邊有一個林武官 他只有在那個關口遇到了林武官首將 周玉吉的抵抗 周玉吉帶領他的部隊 在那邊跟李志成的大軍激戰了兩天 最後全軍覆沒 從此之後 李志成沒有再遭遇到任何的抵抗 他的部隊逼近宣武鎮的時候 宣武是北京的北門 只要宣武失守北京就沒有辦法守 因為宣武是在制高點 北京城的北邊全部都是山 你去看 各位你以後去北京玩的時候 北京的北邊全部都是山 北京的南邊全部都是平原 這邊全部都黃海平 這個黃河平原 非常非常的平 我今天坐車從北京南下 什麼都 一點 凸起來都沒有 有凸起來就是樹 非常非常的平 所以就知道這個 北邊的制高點失守以後 這個地方是不 這邊整個全部都不能守 李志成大軍邊激宣武鎮的時候 當地的有一個文官 這個到了長城上面 看到李志成部隊漫山遍野而來 他下令官主發紅衣炮 這些邊鎮上面都有大量的紅衣炮 發炮轟擊 就沒有士兵要離他 他下令他們點炮 沒有人要去點 他很生氣 自己拿一個火把要去點炮 就旁邊士兵把他的火把打掉 所以官員沒有辦法回家上吊 就知道 比如說整個軍隊已經完全沒有士氣了 沒有人要為這個王朝在做任何的奮鬥 所以你說這個長期來這些軍事投資有什麼用 比如說一個軍隊的士氣 軍隊的狀況是如此 讓這個國家必然走向滅亡 你花了再多的錢去製作那些武器 花了再多的錢去修築長城 最後都化為烏有 這就是明朝的這個軍事的結局 就是這個國家在軍事上的投資 其實非常非常龐大 你到現在都還可以看到 你到現在到中國的北方去看到那些雄 雄偉壯觀的長城都是明朝修築的 一直 其中一部分還保留到現在 當然很多都已經壞掉了 一部分還可以保留到現在 這都是明朝的遺跡 何其的龐大 你看到現在的這個 對不對 這個漂亮的這個青銅大炮 對不對 當時花了多少的資源去建設 可是這些東西都無補於這個國家的滅亡 所以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我們說的 這個這些武器 攻勢 這些硬體的建設 最重要的 你還是要整個軍隊的組織指揮 後勤的供應 士兵的士氣 要能夠維持 否則沒有的這個士兵的效忠 沒有的士兵不願意為這個政權而奮鬥 這些再精良的武器也都沒有用 好有沒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有錢買大炮沒有錢給士兵 好這個好問題 為什麼有錢買大炮沒有錢給士兵 其實你應該這樣說 就是因為錢都拿去買大炮了 所以士兵都沒有薪水 結果就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這些統治階層 他們太過於迷信高科技武器了 就他們始終相信說 我們只要有了 我們唯一的優勢是在於大炮 在於火炮 而這些火炮非常非常的昂貴 你可以想像 就跟我們現在花很多很多錢 去買那些飛彈一樣 就是這個大炮是在那個時代 最高科技的武器 所以它極其的昂貴 那錢都拿去買這些東西 他當然是排擠其他的軍事預算 所以士兵 士兵 那為什麼 反正這個只要來發薪水 可是我要花錢去做大炮 士兵又沒有錢 就整個統治階層 他迷信這種武器 我相信很多人都這樣子 這個到我們現在的很多軍事迷 他們很喜歡這個研究高科技武器對不對 可是你要知道這個 在戰場上不是你有先進的武器就可以戰勝 這個在歷史上這樣的歷史實在太多 好還有什麼問題 這很好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為什麼其實這個 當然明朝士兵的倩曉 他有很多的問題 包括他整個軍隊的組織 這長期以來這個軍官的貪污的這個問題 都是都有相關 可是明代末年為什麼那麼嚴重 當然跟這個你把大量的預算挪去 這個生產這個昂貴的武器是有關係的 好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我們實在講就講到這邊